欧冠第二轮小组赛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 阿森纳做客挑战法甲排名第15的朗斯 上半场 丹索凌空射门踢偏 萨卡助攻 热苏斯进球 哈福茨射门被挡出 托马森都射破门扳平比分 热苏斯射门踢高 下半场 特罗萨德射门被挡出 富安渐阳错失良机 瓦西破门 最终 阿森纳爆了 以1比2输给朗斯 比赛刚刚开始不久 朗斯就制造威胁 丹索在禁区内凌空抽射 动作非常舒展 但稍稍偏出右侧立柱 4分钟后 弗兰科夫斯基在右侧起球船中 托马森抢点高高跃起投球攻门 皮球探底后 偏出左侧立柱 第14分钟 阿森纳进球了 萨卡把球分给热苏斯 热苏斯带球突入进去 抽射远角 球进了 热苏斯的这脚射门角度很刁钻 对于门将来说 扑救的难度极大 阿森纳取得领先 第20分钟 哈福茨在禁区左侧凌空射门 踢得太正了 门将把球扑出 4分钟后 朗斯进球了 拉亚在后场传球 把球踢到边路 结果被对手抢断后 发动攻势 托马森在禁区左侧 接到瓦西的传球 直接起脚都射远角 球进了 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在面对高压逼抢时 门将处理皮球的精度 出现问题时 就会带来麻烦 拉亚犯下了错误了 第34分钟 阿森纳再遭打击 萨卡受伤了 无法坚持下去 被阿尔特塔换下场 法比奥比维埃拉 替补上场 半场临近结束 热苏斯在禁区左侧 凌空抽射 结果踢高了 半场结束 阿森纳1比1朗斯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47分钟 特罗萨德在禁区左侧 扣球黄岛防守球员 随后起脚低射 门将把球挡出 第63分钟 萨梅德在禁区中路 接到道三脚回传球 直接推射 结果踢偏了 三分钟后 一次脚球机会 富安健阳在禁区内被放空 他直接推射 但踢得太正了 门将用脚把球挡出 阿森纳再次错失进球量机 第69分钟 阿森纳又丢球了 弗兰科夫斯基 在右侧送出传中球 点球点附近的瓦西 直接推射 皮球直钻 球门左下角 朗斯反超比分了 阿尔特塔猛了 随后 阿尔特塔进行换人调整 史密斯比罗 内尔森和本比怀特 悉数登场 但是 阿森纳的所有换人 都没有起到效果 最终 阿森纳一比二 输给了朗斯 爆出了大冷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